其实生活科技课的前身叫做公益 那因为九年一贯的关系 公益课其实一直都是被配课 被配给自然课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新课纲 108新课纲 12年国教 准备要成立一个科技领域 那科技领域它把资讯课 和生活科技课 结合在同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的课程其实主要 会让同一个领域内的两门课 生活科技和资讯 去做一些结合 透过创意以及实作的应用 做出学生自己理想中想要的作品 那当然它其实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是必须要培养的 像我们七年级上学期 会先上制图与仕图 学生要有办法 把它理想中的作品 先透过设计的方式 设计出来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先让同学 画几个模型 像立体图三式图 那有些基本的制图能力 也符合这个标准之后 它的想象力就会慢慢被激发出来 所以我常就问我们班的学生 甚至我认课班 生活科技认课班的学生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身上穿的班服 它是怎么印制的 通常都是一问三不止 所以我们七年级上学期 主要会先教热转印 那当然印刷技术有分很多种 包括凸板印刷 凹板印刷 平板印刷 网板印刷 以及五板印刷 那五板印刷 它不需要制作印刷版 所以其实我们印马克杯 这是比较方便简单的 而且使用 每天早上起来大家都 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要喝水 所以你可以客制化 一个属于自己的杯子 这样刚好我们生活科技课 油和生活相结合 那马克杯做完之后 我们底下是不是需要一个杯垫 像我们学校有自己的陶瓷杯垫 印上我们北新的校徽 还有北新的愿景 那我们或许可以来做一个圆形的木板杯垫 那个杯垫上面可以客制化自己想要的图案 用镭射切割的方式 那镭射切割刚好又跟我们七年级所学的制图 又有关系 那刚好一个马克杯做完之后 底下有一个圆形的木制杯垫 上面可以客制化 用雷射雕刻的方式 那刚好我去年106年的时候 有回我的母校高雄师大 参加12年国教科技领域真能学分班 里面有一堂课就是在学雷射切割 那他的学名叫做电脑辅助设计与制造 那他其实有给我们一个发想 我们如果把它透过一些加工 像砖孔线距 我们可以利用回生的原理 刚好理化课我们有教到回生 三片松木的碑垫 叠在一起 透过加工的方式 它可以变成一个手机音响 所以我想生活科技课 我们应该要让同学知道说 你做的东西是你生活中会用到的 以实用主义 杜威的实用主义告诉我们 知识应该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运用的 所以你要能够去想 你今天的设计要怎么能够符合你的用品 你教的东西是学生想要学的 学生做的东西是他心目中理想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八年级 有一些同学还蛮优秀的 他们参加了台中市办的第一届生活科技竞赛 在全台中四十级组队伍中 我们得到了第四名 那作品是意牙手臂 但是其实要让同学去想的一个点就是 今天意牙手臂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叫你做 这样而已 它其实在工业上有很多种应用 不是只有考试的科目才是重要 你以后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 第一个先确认问题 发现问题到最后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重点 VR可以设计任何一个虚拟实境 或者是真实场景等模拟 这样的教育也能帮助他们进行初次体验 也相当有趣 其实这样做VR教育的应用 也可以更快辅助老师 能够提升学生学习上的速度 老师引导教学工具可能随着时代改变 让学习更快 激发更多人产生兴趣 未来一定可以产生更好的学习能力 也感谢这一次郭力宏老师和视觉传达 这一次的配合 希望学生都能够得到 他们应该有的教学名字